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行业其实是不容易 因为我们公司很神奇 就把所有的演员和员工全都聚集在了上海 说是凝聚力会比较强 谁正想彻底凝聚住了 而且我们行业出问题 我比他们其实是要忐忑一万倍的 就你们只要了解我的从业经历就知道 我是经历过一次行业覆灭的人了 我从英语培训行业转行到脱口秀 才不到一年的光景 我心态跟他们就完全不一样 演出一停他们说不行了 我是啊 又不行了 又不行了 而且我真耽误 我也不年轻了 我九一年的 我弟孩子已经七岁了 他孩子小名叫做菠萝 然后你知道很残酷的 我叫他侄子 他叫我大爷 就那种时代的隔阂 他问我点问题用的话都是 大爷 您那个年代的时候 我说怎么 要听长征的故事啊 您那个年代的时候 有没有篮球鞋 有没有肯德基 有没有互联网 有一次我真急了 我说我到底是哪一个年代的 菠萝说 您不是那个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吗 我上一次去见菠萝是 跟他一起玩那个北京的环球影城 那就是我人生最大的噩梦 因为你知道带一个孩子有多么的累 本来就应该是我弟陪着他去 因为不是 他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吗 结果说临时有会 让我陪着去 我就陪着去了那一次 我就敢赌定 那天下午 我弟他一定没有会啊 太快 太好玩了 太对了 我终于理解 为什么环球影城那个哈利波特的项目 要叫做禁忌之旅 就是说给所有带着孩子的家长听的 玩一次排队两个小时 没有任何一个孩子甘心只玩一次 那天会神了 那天从上午十点到晚上八点 连着玩了五次 就无尽的轮回 就玩了排 排了玩 是终点也是起点 对 是终点也是起点 太棒了 谢谢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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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一个马拉松运动员 要是咬着牙刚冲过终点 一扭头发领枪又响了 不能走 就这孩子 他是永远不知道累的 他永远不会感觉到疲惫 有时候我看着波罗我就琢磨 我说咱们国家还研究什么新能源啊 这不就是永动机吗 你永远那么亢奋 说大爷 我要像哈利波特一样 骑着扫帚 自由自在飞 我说你大爷宁可出去清理垃圾堆啊 太棒了 太棒了 就喜欢童谷的 哎呀 这 你们有没有感觉真是 就像咱们这种打工的 但凡有着六岁孩子的心态和体能 称霸所有职场 因为你有着这个世界上最旺盛的好奇心 最独立的人格 每天在公司里就是 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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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瞪着个大眼睛 领导 您今天怎么这么早就走啊 又是和王秘书一起 永远蛮横 就是你没有受到过这个社会的鞭斥 你不懂得什么叫做延迟满足 你要的东西你立刻就要得到 谁能给你画饼啊 领导在年会上 公司早晚都是大家的 就你在那 不嘛不嘛 现在我就要 去年说好了 分红就没给 你不会受到任何的委屈 什么酒桌文化呀 你管他呢 大家都担这个白酒杯 就你捧这个草莓奶昔 喝的鼻涕泡都是粉红色的 领导一引而进拍桌子 96年我工作那会儿 比你们可苦多了 你嘟难个小嘴 我想听个新的故事 希望咱们都能够找回 这位小时候的童真和无畏 谢谢大家 我是童梦兰 谢谢大家 我是童梦兰 谢谢大家 好